我要再請問,我要延續剛剛對於這個春節慰問金發放的問題 昨天行政院所宣布的處理的方式 是以這些曾經因功、傷殘 或者是特別辛苦、特別弱勢的來當作一個發放的基礎 行政院的原則是這樣 但是唯獨國防部 而且你們宣稱你們要交給退府會來處理的春節慰問金 你們發放的對象卻是退休奉領最多的降級的 今天你如果照行政院的標準是要發放給最辛苦的 曾經因功殉職或者是傷殘的 你們是完全背離了行政院現在在處理慰問金發放的標準 下委員報告,這跟兩個不同的柯子木是另外一回事 剛才那個部分是委員我同意 剛才講年終慰問金嘛 那你們現在在講春節慰問金當然是不一樣啊 但是你們春節慰問金只發給最高階的 只發給退休奉領最多的 那其他一般辛苦的、低階的、傷殘的反而沒有 下委員報告 我覺得這個是負責願賦嘛 我們拿國家的資源 我們理論上這些慰問金 都是要慰問勞苦功高的人啦 勞苦功高的人不是你將軍的功勞 就必然比基層的這些士兵還要更 還要更辛苦 這個不是 不是必然的啊 向委員做一個報告 有關於年終慰問金的部分 行政院也做好決定了 另外就是國防部長年以來 沒有向其他公務單位的退休公務人員 有編列的三節慰問金 所以在前兩年定了一個辦法 比照其他單位 要來彌補三節慰問金的做法 國防部的做法 經過行政院同意 不要分三節 是放在春節 一次發放三個月 但是當初我們編列的政策 是希望任滿25年 滿55歲 所有的人力都要要 可是這樣的話 預算非常的龐大 所以你們就要把這些比較低階的都剔除了 只剩下高階的將領 是逐次編列 而且高階的將領有的退休會還可以安排去當董事長啦 總經理啊 反而是低階的福利反而沒有 這樣子叫公平嗎 董事長總經理他也有行動啊 他就節約的退休基金的開出啊 他的福利他機會最多啊 我現在是說你們 你們內部因為階級的不同 造成這個福利的相關的 相關的給付 也產生了很大的歧視 是你們內部自己 怎麼會外面跟你不明化呢 現在就是相關部會的福利 這些狀況是一致的 所以這個部分 國防部只是 是比照其他公務單位 編列的所謂三節的慰問金 先優先 但是你們只給高階的嗎 我現在跟你挑戰的立場是在這裡嗎 我們可以把原案給大家 給委員看 不如你把這些高階該是總額是多少拿來做重新分配嗎 不是 如果是預算不夠的問題 你全部集中高階的拿很多 低階的都沒有 我覺得這也是很嚴重不公平的地方啊 你如果預算不夠 你總額拿來做重新分配嗎